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均勻分布或均等分布 均勻分布或均等分布叫Uniform Distribution 所以在R裡面它就是用DONIF來表示 那什麼叫均勻分布? 我們已經從離散分布跳到連續分布了 從均勻分布開始都是連續分布 那連續分布它長什麼樣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是0到1之間的標準連續分布 那它每0到1之間的每一個點它的機率都是1 那這是標準的均勻分布 那這一個是0到10每一個點都是0.1 機率都是0.1 就是均勻分布比較快的形式 那這個是3到6之間每一個點的機率就是6.3分之1 就是3分之1 那這個是2到9之間每一個點的機率它是9減2 就是7分之1 那你可以看到均勻分布其實就是說 大家的只要落在那個範圍裡面 大家的可以收到的機會都是一樣的 那這是均勻分布的部分 那今天的最後一個分布就是常態分布 常態分布呢就是 normal distribution 那它的圖會長這個樣子 那這一個是標準常態分布 標準常態分布 那所以它的平均值是0 變標準差是1 那這個是平均值是0 但是標準差是5的情況 常態分布 那這個是平均值是5 所以你看它變到這邊來 標準差是1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這個常態分布 往右移到中心為5的地方 那另外這一個是 平均值是3 標準差是3 所以它的中間變得是在3的地方 53的地方 53的地方 的常態分布 那 最後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 機率分布這種 還有很多 但是呢 我們把它匯總成一個標格 我們剛剛已經看過2箱分布 然後事實上還有一個叫多項分布 就是像支賽子 1到6裡面取一個 這個多項 那另外還有一個負荷項 就是剛剛看到的就是 DK次才得到DR次成功 就是負荷項 那集合是說 DK次才得到第一次成功 這集合分布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超集合分布 它是那個 黑白球數量 取出 在整個範圍 取完 然後不範圍 的 超集合分布 那最後一個是 負荷項分布 是我們看到的這個 s接分之1等負浪打 s次方 乘以浪打 s s 的 x次方 那 這個浪打就是 s分之k 那這跟我們前面寫的有點不一樣 就是 寫法的問題 好 那均勻分布就是從a到b 每一个点都是B-A分之一 那常态分布呢 就是2πFigma分之一 可以看到 然后5乘以1的负二分之一 S-U VFigma 这个是常态分布的图形量数 那至于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到后面讲统计的时候 中央极限定律的时候 就会发现其实常态分布会出现 就是为了描述中央极限定律 当那个平均值在K越大的时候 它就会越接近常态分布 所以暂时呢 在几率的这部分 你只要知道它的模型就好 不用记了 我们不会搞你 搞你说叫你后来背出来 另外还有各式更奇怪的连续分布 像γ分布 那就会更难了解 指数分布 卡方分布 特西分布 V部分分布 T分布 F分布 那这些分布呢 暂时各位都不用记 也不用了解 因为等到我们做统计的时候 这些分布的用途 就会一个一个跑出来 那我们到时候再来解释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分布 这个从几率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会做出这些分布 都是因为统计的原因 那另外还有β 对数常态 邏輯 SigRank 威尔斯 这些通通都是统计上面才能有出来的 那不过其中有些分布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暂时 我们没讲到的部分 其中考就是不一考 那 其中考 我们主要考的部分是 期律 期律的内容 那也就是说 从第一章开始 一直到 期律分布这边 但是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讲期望值 所以我会把期望值挪到下礼拜去讲 那而且我发现 干脆我把期望值跟随机给拆开 因为期望值跟另外一个东西 会比较紧密的关机 就是洞察生成函数 那我们下礼拜 希望能够去讲一次 期望值和洞察生成函数 然后把整个几率的部分做一个完结 那下下礼拜就可以考试 所以 请注意这一点 所以我们会考到 下礼拜 期望值分出来之后 就会有第五章 那我们会看第五章 OK 那不是现在的第五章 现在的第五章 是抽样去数 下礼拜看到 第五章 变成期望值和洞察生成函数 那各位可以开始 从第一章开始 复习一下 下礼拜 下礼拜 下礼拜